就是你如何看待自己失忆后的那段经历 以及自己化身为太傅和公主的这段感情呢 太傅是我二十年演艺生涯中所塑造的众多角色之一 我想我之所以会失忆是因为对那个角色有浓厚的喜爱 以至于在杀青之后依旧无法出戏 太傅只存在于一代首府 而牧亭舟才是生活中真实存在的 随着我恢复记忆 这部戏在我这里才算彻底结束 而关于太傅和公主在戏外的那段感情 就当是友情赠送给大家的一个番外吧 原来我和太傅之间的感情 只是一片番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